大家好,我是马尔,今天带来的电影是《图魔战士》 百万炼狱恶魔重回人间,要奴役人类 夜行神龙一族,守护世界,死战不退,唯有灵魂回归天国 1795年,一名科学家用八具尸体缝合出一个怪人 没想到这个怪人神奇的获得了生命 这引起了科学家巨大的恐慌 把怪人丢进河里,想要毁灭他 但是怪人保住了性命,并杀死了科学家的妻子进行报复 科学家为追杀怪人一路来到了北极,然后就被冻死了 怪人把科学家的尸体带回家族墓地,想要安葬 却冒出几个恶魔想要抓他回去,献给恶魔王子 这时一直和恶魔作战的夜行神龙一族出现,杀死了恶魔 他们从科学家身上找到一本笔记,并把怪人带回了教堂 原来数千年以来,在人类不知道的黑暗世界 夜行神龙一族一直在和恶魔作斗争,默默地守护人间的和平 善良的女王看出了怪人虽然拥有生命,却没有灵魂 但是却没有看不起她,反而为她起名亚当 并赐予她能够屠杀恶魔的武器,然后放她离开 而那本得自科学家的实验笔记,则被女王锁在了密库里 亚当离开后,隐居于世界上一个荒凉的角落 转眼两百多年过去了,不老不死的亚当原本以为世界已经遗忘了她 但是恶魔却再次出现在她面前 途经恶魔后,亚当决定再次出杀,找到并杀死恶魔王子 这可能和她出生的经历有关,使得她恩怨分明 人惊我一尺,我惊人一丈,人回我一宿,我夺人三斗 可是刚来到人类世界,就在屠杀恶魔的过程中意外造成普通人类的死亡 然后被夜行神龙一族捕捉到教堂进行关押 另一片恶魔王子早已融入了人类世界 并寻找几名科学家进行复活尸体的实验 在女主金发妹的带领下,已经可以成功复活死去的小白鼠了 但是人类是目前所知最为复杂的生命题 人类复活实验想要成功,仍然任重而道远 此时恶魔王子已经得到了亚当被关押在教堂的消息 为了得到科学家的实验笔记和这个活生生的实验题 配出手下无数恶魔,冲击教堂想要抓住亚当 女王为了保护亚当召集所有夜行神龙参战 那是一场宛如神话般的战争 恶魔死伤无数,夜行神龙一族也纷纷归须 灵魂回归天国 可惜战士们中了恶魔的调虎离山之际 导致女王被恶魔抓走了 所以夜行神龙一族的护卫长拿出笔记交换回了女王 此时亚当正在偷偷跟踪恶魔 最终来到了恶魔的基地 发现这里有无数人类的尸体 追查之下才知道 原来恶魔死后灵魂会涌跺鱼 唯有没有灵魂的居客才能容纳恶魔再次转生 所以恶魔王子想要复活死时 迎接百万恶灵归来 一番大战后亚当抢到了笔记并逃了出来 然后找到科学家金发妹告诉了她真相 于是两人决定一起阻止恶魔的阴谋 并找夜行神龙一族寻求帮助 可是金发妹为了救出其他科学家被恶魔又抓了回去 在恶魔的威胁之下再次启动实验仪器 让尸体纷纷复活 另一边亚当找到教堂 对女王购置了一切 女王承诺庇护她和金发妹 但是护卫长由于之前 族人为了保护亚当战死无数 而心怀怨恨 偷偷跟上去想要斩杀亚当 却反而被亚当反杀 女王发现亚当杀死了护卫长 便派出手下追杀亚当 亚当一直没有发现金发妹的踪迹 明白她应该被恶魔抓走了 便一路把一行神龙一族的追兵 引到了恶魔的基地里 女王在这里看到无数尸体后 终于明白了事情的严重性 赶紧销毁尸体 并和恶魔们站成一团 亚当则再次潜入实验室 想要救出金发妹 但是却不敌恶魔王子 导致自己额头上也被画下了魔咒 一道强大恶魔的灵魂 附体到了亚当身上 恶魔王子本以为大局已定 欢迎恶魔伙伴的归来 但是哪里想得到 经过人世间磨练的亚当 已经拥有了灵魂 所以恶魔附体失败 亚当趁机在王子身上 画下了驱魔圣服 恶魔王子生死 并且导致整个复活魔法阵反式 所有尸体被毁 恶魔的灵魂也纷纷灰飞叶面 亚当和金发妹 才在最后关头被女王救下 此次亚当终于找到了生命的意义 他要在黑暗笼罩大地时 捍卫人间正道 灭绝驱魔 他是真正的图抹战士 也是真正的自己 最初的亚当 只是血肉皮囊 缝合出来的智慧怪物 直到他真正进入人类世界 体会生命和死亡的奥秘 参与正义和邪恶的碰撞 成为这个大时代的一分子 才真正拥有完整的生命 并运营出属于自己的灵魂 好了 今天的电影就分享到这里 我是一只不想长大的猫 我们下期再见哦